第三百一十三章 赵无极的横空出世 建神 没想到这么快 也又遇到我们了吧 哈哈 一名年轻英俊的男子站在最前列 对风云无极孝道 在他身后 另外两名面色冷俊的年轻男子紧紧相随 那正是战族新一辈杰出的弟子 战族三竭 战合 战岩 战绝 放了他们 否则你们死 风云无极冷冷道 右手扣起了第五剑弹 三人笑声嘎人而止 早在最前列的年轻男子 战族三竭之一的战绝 抬手指了指身后的密密麻麻战族子弟 开口道 哼 想杀我们 你没有看到吗 打败他们再说吧 在刀屿 你们这么多神级高手都没有困住我 你认为你们行吗 风云无极冷冷道 右手的第五剑弹已然竖起 一股朗朗的剑弹从第五剑弹上蹦出了树杖之城 束手就负 你的弟子 我们便会放他们离去 另一名战族的年轻弟子突然开口道 你认为我会那般蠢吗 风云无际冷冷地盯着那名战族少年 战岩 这个 可由不得你 自己考虑一下吧 战岩说罢 手中的战刀一横 已然架在了池商的脖子上 池商与西门换人两人都被封了穴道 不能动 但池商和西门换人都看向了风云无际 墓中的意思表露无疑 持尊 不要管我们 风云无际握着第五剑弹的五指 因为过于用力而显得发白 发出啪啪的声音 这算是威胁吗 若说风云无际有什么最受不了的 那便是被人威胁了 但弟子在对方手中 这又使得他不免有些畏首畏尾 战族默认 风云无际能从战地的手中逃生 这对视战地为神灵一般存在的战族来说 近乎不可思议 这本身就说明了风云无际的实力 如今 战地未在 对于风云无际 他们多多少少还是有些顾虑的 就在气氛有些僵致之时 一名汉下飘着三缕黑须 面白如玉 流露出一果儒雅气息的白袍中年男子 跃重而出 面对着风云无际 微微以伏 朗声道 剑神 我们帝君有请 你还跟我们来吧 在下不想对剑神动粗 风云无际的瞳孔一缩 目中爆出一抹杀机 那中年男子身后 一杆战族挺身而上 护在那人身前 哈哈哈哈 那名中年男子挥挥手笑道 透下去吧 剑神已经是外力内然 他现在的实力不足平时的十分之一 众人愕然 风云无际的脑海中更是轰得一声战鸣 身躯摇摇欲坠 尽管极力地掩饰了 但还是没有瞒过眼前那个人的眼睛 这人一直藏身于战族弟子之中 以战族三节吸引了自己注意 心机之身 着实骇人 西门焕然与池商听的那中年男子 道出这么个事实 皆是惊恶不已 迅速抬头看向风云无际 风云无际默然不语 但其神态显然已经泄露了虚实 不管是之前的意念模仿磨炼宗 还是后来意念模仿战地 对于风云无际来说 真气消耗都是巨量的 意念模仿有利有弊 正如模拟磨炼宗时候一样 由于磨炼宗当时是身受重伤的 模拟便连他的身体状态都一并地模拟出来 所以就连风云无际都受了伤 如今正如那中年男子所说 风云无际根本发挥不出平时的十分之一的实力 再强大的境界 没有真气的支持 也难以发挥出完全的威力 就算我只能发挥十分之一的实力 也足以对付你们了 风云无际低垂着头 长发从额前飘露 倒托着第五剑胆 一步步向着对面密密麻麻的战族走去 三步踏出 风云无际一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凛然气势 居然还在对面众战族发出的气势之上 一方是一人 一方是一群人 两方的气势竟然隐隐相抗 达到了平衡 啪 风云无际再次踏出一步 指着一步风云无际散发出的气势 犹如惊涛骇浪般 向着对面战族子弟拥去 啊 一阵惊呼 无数战族同时闭上了眼睛 身躯向后亮枪退去 一退再退 场中只余下那名留着三缕胡须的中年男子 屹立不动 戴一身衣袍也是古当不已 在他眼中明显露出震惊之色 这种气势 如他所料 应该是战族能用出来才对呀 便在战族众人闭上眼睛 向后退去的刹那 风云无际的身形动了 如极电一般带起无数幻影 整个消失在空气之中 战族三劫皆是心中一动 下意识的反手便是三刀斩出 然而刀才斩出一半 三人的气机便是一致 胸口 弹中血几乎同时被点中 即将斩出的真气硬生生地被卡在了胸膛内 无法传至战刀之中 这一刀不上不下 不但无法斩出 反而使得三人的真气紊乱 受此反噬 哇的一声 各自喷出一大口鲜血来 手中一松 驰商与西门换人 已然失去了踪影 剑神 暂请留下 那名战族战将脸色一冷 目中某个一丝利色 长袍舞动 身形一晃 已然向着数十丈外的一处 已然无法再保持隐形的模糊身影斩去 身负两人 泪下一边一个 风云无际的速度不免受到影响 惹出些端倪来 被那战将一眼瞧破 眼前一道 无匹的寒烈刀器迎面斩来 刀器还未逼近 深周大把的空气已然扫空 即令人窒息 就在风云无际面临着 是放下两人出手迎敌 还是硬生生受他一刀的选择时 苍穹之上突然传来一声冷厉的呼喝声 何人敢伤我兄弟 一道青色的人影衣决飘飘 闪电般地从空中扑来 身在空中已然是一掌拍出 一股潮水般的青色浸气 从空中倒转而下 那股骇人的掌风还未破尽 所产生的风压 便让众战族弟子突然感觉 头上如被一座大山压住了一般 身子一抖 全身的骨节抖动 一个个心中大害 连连怒吓 同时出刀 然而真气涌到胸口 一股更为强大的真气 从上方标示而下 真气居然被硬生生地倒压回丹田 这一下 一个个战族直害得面无人色 那名战将剑子也是脸色一变 不再追逐着风云无际 刀势一转 向着空中那股 气势害人的掌风扫去 轰 一声山崩地裂般的巨响 掌风压响 数百丈方圆内的地面 整个塌陷 尘土惊起了百丈之高 这个范围内的战族弟子 一个个惨叫着 被一股无与伦比的压力卷起 像稻草人一般 向着四面八方扫了出去 那名战将一刀斩出 磅礴的刀气 被那股从空中压出的清潮 硬生生地夹层粉末 那股钢气 粉碎那一刀后 更是静止 重重地轰在他身上 如同被彗星扫中一般 那名战族的战将 惨叫一声 口中狂喷鲜血 身子则如流星般地 在空中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 远远地抛洒开去 一阵一掘舞动的声音传来 一道轻盈 透过那浓浓的尘雾 徐徐地落足地上 对于身后那些战族子弟 却是不屑一顾 风云无际 随后解开了两人的穴道 抬头看去 看着 这突然援手的青袍男子 一种异常熟悉的感觉涌上心来 但一时之间 却是有些记不起来了 那轻袍男子的嘴角上叫 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别那么站在烟尘前 静静地看着风云无际 怎么 就不认识我了 那男子笑道 宽大的袖袍下 两只白皙的手掌伸出 眼住嘴唇上 两撇胡须哈哈笑道 哈哈 再看一看 风云无际的胸膛 急剧地扩张 眼睛睁得大大的 嘴巴张开 右手食指着那轻袍男子 你 你 你是赵无极 赵兄 哈哈哈哈 可不是我吗 无际兄 好久不见呢 实在是降死为兄了 那中年男子 可不就是闭关良久的赵无极吗 说完 赵无极的两只手臂张开 大步赢了上去 风云无际也是显得 非常激动 大步走了上去 两人大笑着 紧紧地抱在一起 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 在胸中迎动 让风云无际感到无比的温暖 好久了 几十万年了呀 风云无际使劲地拍着赵无极的背说道 是啊 赵无极也还之以全 神色也是唏嘘不已 我本来以为一千年时间便足够了 苍穹密迹 果然深奥 我一直到现在 还算是有所小成 我一出关便私下找你 害怕你被什么太古凶兽都给吞了 说到这儿 赵无极哈哈大笑 呵呵 还记得我们是怎么遇见的吗 怎么能不记得 两人松开手来 手臂握着手臂 互相看着 二人的目眶中 都是一片湿润 在风云无际眼中 独孤与西门 就像是左右双臂一样 是助力 西门是朋友 独孤是朋友 也是令人尊敬的长者 而真正能称得上兄弟的 在风云无际的心中 也只有赵无极 真正说来 风云无际 进入太古后的引路人 还是赵无极 而不是未面的街银室 剑吃老人 对于生性散漫的赵无极来说 根本极少与人交往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流浪汉一般的 在太古流浪 或是与师父相依为命 真正相交的 也只有风云无际一个 在赵无极心中 风云无际 也是占了一个相当重的地位 我托人送给你的 苍穹秘笈下策 你也应该收到了吧 就是因为你送那个 苍穹秘笈下策 所以我才刚刚出关 不得不再次闭关 这一闭就是几十万年呢 记得当初 你被那些妖兽 赶得到处乱窜 但如今 你却已经是监狱之主 一方诸侯了 以其余四欲平起平坐 哎 人生真是无常啊 谁也不能料到 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啊 风云无际 也感叹不已 正如你所说 当初的我 一头飞禽 就能让我亡命逃跑 刚刚飞升 一切都破灭了 心中非常迷茫 就连自己 都不知道该干什么 能干什么 是是 果然是变化无常啊 嗯 今日能再次聚首 你我兄弟 将共饮一场 不醉不休 风云无际笑道 什么时候 你喜欢上喝酒了 而且 这里 哪来的酒让你喝 嗯 几十万年不见 你终于 踏足神级了 真是不可思议啊 至尊的武学 果然不同凡响 不过 还是先清除下 这些战族的余孽 你我再叙手吧 说吧 风云无际转过头来 赵无极一愣 随即回过神来 大袖一水 冷哼一声 缓缓 转过身来 第三百一十四章 原来如此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可知 插手我 战族事务的后果 那名战将 首辅胸口 指尖 鲜血鼓鼓而出 盯着赵无极 恨声道 你走吧 战族目前还没有一同天下 这个天下还不是战族的 你们走吧 不要逼我动手杀人 风云无际冷冷地道 那名战将狠狠地盯着风云无际 沉默片刻 恨声道 好 剑神 这次成你一次人情 但仅此而已 我是不会还的 我的生命 连同我们的 再已经不属于我们了 下次 在战场上见 我是不会手下留情 告辞 说吧 招呼着其他 没有受伤的战族子弟 排着那些受伤的战族子弟 向北行去 未走几步 突然只听到身后 传来一声冷哼 妈咋 战族 第七战将恶然 回过头 怎么 你反悔了 要是出手 现在就动手吧 风云无际冷冷地 扫了他们一眼 突然身形一晃 消失不见 一股清风 从第七战将的肩上吹过 第七战将的脸色一变 试图伸手去够 但哪里又抓得着 砰砰砰 接连三身闷响 战族三杰 惨叫一声 一个个 如断线风筝般 向后抛去 啪嗒一声 同时 摔落余地 这三人 实力虽然神级 但与风云无际相比 在战斗技能方面 差了不止一筹两筹 战族 隐忍太久了 平时最多在族内切磋而已 除了那些苏醒的战将 在实战经验方面 实在是少得可怜 就算是天资聪颖 进步很快 但比起一直在战斗的风云无际来说 那战斗技术方面 差的不是一筹两筹 更何况 就算论资质 这三人也远不及风云无际 三掌重伤三人 风云无际 基本都没怎么耗力 完全就是极限速度 在战斗中的体现 我这人 最受不得别人威胁 任何人 在试图威胁我之前 还是先想一想吧 风云无际冷声说 战族可以饶过 但你们三个居然 拿我的弟子威胁我 哼哼 十年之内 你们别想与人动武 把他们抬回去吧 你 战族三杰气急 先前赵无极出现 一掌本已伤了他们本府 又被风云无际 击碎胸骨及内脏 更是伤伤加伤 文言 胸中欲结 扑的一声 便是三口鲜血喷出 眼睛睁大大大的 上半身 努力地向上抬起 终于 身体一僵 再次倒了下去 这次 是完全昏了过去 哎 第七战将一跺脚 大袖一挥 便指挥着战族子弟 将战族三杰抬起 随后 向着北方 快速飞掠而去 带一杆 战族从视线中消失了 一直没有开口的赵无极 才回过头来 盯着风云无际 不解道 为什么放他们走 据我出关后 从自由一脉的口中 得到消息 战族 有心一统天下 事实上 恐怕他们也差不多 可以一统天下了 剑狱 为武裕之意 战地要统一天下 迟早要摧毁剑狱 既是死敌 为何还要放他们走 更何况 他还拿你的弟子威胁你 七日 独身一人 还无所顾忌 但如今 我不得不考虑更多 今日若是我杀了他们 他日 战地一人跑到监狱 再干掉我的弟子 这 又岂是我所愿见到的 又岂是他所愿见到 决策 更多是在高层 下面的弟子 只是执行罢了 那三人 并未出腊手 所以 我也只是小成他们一番罢了 如此便足够了 事可而止 回到监狱以后 我会明令门下弟子 在我足以对付 战地之前 尽量避免与战族的摩擦 以免一些 不必要的伤亡 顿了顿 风云无忌问道 你既是知道 战地此人 那你已修炼 苍穹秘迹 有成的修为 自存 可能打败战地 赵无忌的脸色一沉 抬头 看着远处 他的神石 早已覆盖在那 密密麻麻的 冰雕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